马铃薯的播种深度是影响初苗早晚 全苗状苗的关键因素 马铃薯播种深度应根据土壤温度和湿度 土壤质地、栽培季节等多种因素来确定 不能一概而论 一般在土壤质地疏松和干旱条件下可播种深些 深度以12到15厘米为宜 播种过浅 容易受高温和干旱的影响 不利于植株的生长发育和快晶的形成膨大 影响产量和品质 地膜覆盖栽培因长期培不上土 若薯块棚大露出地面 会产生绿皮薯 造成品质低劣 故要适当深波 在土壤质地粘重和下氏烙挖的条件下 可以适当浅拨 深度以8到10厘米为宜 播种过深 容易造成烂肿或延长出苗期 影响全苗和壮苗 陆地栽培可适当浅拨 以后可以结合中耕进行多次培土 春季栽培移深 秋季栽培移浅 一般微型鼠开钩深7厘米 复土后从种鼠到笼顶10到12厘米 切块播种开钩深度7厘米 复土后13到14厘米 北方宜记作区 为了提高地温早出苗 播种时复土薄一些 待出苗前起笼时复土到要求厚度 期待有请我发展的 在这条项目 感谢观看